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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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你这样说的话 你的逻辑非常正确 解就解吧 但是其实这样说起来 很多的电影人 真的都是从台北电影这样 被挖掘出来的对不对 像我们两个都是 对 而且我发现啊 跟20年前相比 现在台湾电影多了很多类型片 对演员的挑战也都更大了 这个我最近比较不清楚 因为我好像很久没有演台湾电影 好想我今天回来演了一部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来颁奖以外 是要跟各位导演就是 打声交互说 诶 我们还在演艺圈 我们还没有退出 这一招刚才别人用过了 新人用过了 然后歌手也用过了 对 歌手也来跟我们抢 现在真的很难 而且刚刚抽酒敬礼 我们倒奶 请各位导演 就是多多用我们 好了 我们不能闹 下面很多的就是 怎么讲 候选人 是吧 入围者 入围者 对不起 非常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颁奖了 好 最佳女主角奖 她刚才说台北电影节 第二首 没有没有 打开才讲 不要了 有没有在听啊 不好意思 太久没问 姐 姐跟你道歉对不起 念念 这回想 台北 第二 姐姐 姐姐 我紧张好吗 第二十届台北电影奖 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是 谢银轩 谁先爱上她的 恭喜 一登场便显得能量充沛 整体演出维持一定的张力与表现 以全身的力量来诠释角色的真挚 进而堆叠至角色释放的情绪与压力 精准展现女性对婚姻的焦虑令人动容 这是我第一个 女主角的电影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入围台北电影节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得奖 谢谢台北电影节 谢谢主席 谢谢所有评审 然后谢谢所有的前辈 谢谢玉婷姐 还有石渊姐 你们的剧本不只是剧本 你们用你们的方式 跟你们的能力 为你们在意的灵魂 找到一个出口 谢谢我的对手邱泽 谢谢阿珊哥 谢谢球球 谢谢艾伦姐 谢谢万芳姐 还有丽莺姐 你们创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环境 能够让我好好的表演 然后谢谢导演玉婷姐 还有许志燕导演 一样的你们给我更大的空间 去尝试各种不一样的可能性 去诠释这一个我从来没有当过的妈妈的角色 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因为你们真的很可爱 可爱到我非常非常想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 但是我的脑袋不好 没办法 谢谢亲爱的工作室 让我不断地去召唤扰你们 然后你们也从来没有说不 谢谢我的经纪员 Peggy 亚慧姐 还有妈妈 谢谢你 容忍我的任性 然后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站上这个台的话 11月2号上映 欢迎大家来看戏 谢谢 恭喜得奖者 也谢谢陈奕涵 张军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